谁是千多会孩子的真正父亲 携着剑宇千多会逃离国外 躲避了一场风波 然而他的内心一直困扰着一个谜团 剑宇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呢 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 剑宇是千多会和洪秀哲的孩子 然而最新情节却否定了这一说法 剑宇的亲生父亲终于露出了 真面目女王集团的财务理事韩俊浩 韩俊浩这个名字 在前面的剧情中已经多次提及 和千多会一样 竟然也是个骗子 而且两人居然是一伙的 风波平息后 千多会决定携剑宇离开国外 然而 就在他以为可以摆脱一切的时候 韩俊浩却再度现身 揭露了一个令千多会震惊的事实 在女王集团的问题曝光之前 他们早已密切合作 千多会内心一片混乱 当韩俊浩现身时 他开始怀疑起自己曾经信任的人 与此同时 洪秀哲的处境 也变得扑朔迷离 尽管知道千多会的真实身份 这位恋爱脑弟弟洪秀哲 竟然依然对他怀有感情 甚至毫不犹豫地 接纳了千多会和剑宇 并且义无反顾地 承担起了剑宇的亲生父亲 是的 尽管剑宇并非他的亲生子 但对洪秀哲来说 他早已把剑宇视为自己的孩子 他剪断了剑宇的期待 抚养他成长 剑宇开口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 所有这些事实让人震惊不已 千多会可能会被辩护清白吗 或许还有更多的秘密 等待被揭露 洪秀哲将如何应对这场家庭变故 在眼泪女王的世界中 每位角色都隐藏着 不为人所知的秘密 故事的结局 将会带来怎样惊人的转折 让我们一同深入探索 这个扑朔迷离的世界 揭开更多谜团的真相 期待您观赏下一集的精彩剧情 这个特殊的家庭故事 激起了观众们无数次的热烈讨论和深思 《眼泪女王》中 千多会 洪秀哲 韩俊浩和剑宇之间 纷繁复杂的关系 让人不由地为他们的命运 捏一把冷汗 眼下 随着剑宇的亲生父亲 韩俊浩的现身 故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你或许会考虑 千多会将做出何种抉择 洪秀哲将如何应对这一事实 剑宇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故事中 获得一些启示 家庭的定义并不局限于血脉关系 而是关爱 包容和责任的象征 洪秀哲虽然不是剑宇的亲生父亲 但他愿意承担起父亲的责任 这种伟大的父爱令人动拢 这让我们思考 当面对家庭 爱情和责任时 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是逃避 还是勇敢的迎接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也许会遇到类似的难题和抉择 这个故事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和鼓舞 让我们共同期待 下一集精彩的情节吧 当观影之余 不妨在心中留下这样几个问题 你认为千多会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洪秀哲和剑宇的关系 会有何变化 欢迎大家留言探讨 一同揭开眼泪女王的神秘面纱 最后 还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你与家庭 爱情或责任相关的故事 我们将不胜感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